新冠肺炎的疫情全球延烧 而大国之间 现在也展开了一场 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竞赛 除了希望赶快研发出来 拯救人命 更希望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美国总统川普在3号就发下豪雨 表示美国生产的疫苗 最快在年底就会问世 至于被问到说 如果中国大陆研发的疫苗 抢现一步上市的话 美国会不会用呢 川普斩钉截铁地说 他不要中国的疫苗 一项快人快语的美国总统川普 3号又跳过专家抢先放话 打包票说新冠病毒疫苗 保证年底左右就会上市 其实工会专家早就说过 疫苗通常要花好几年研发 新冠疫苗最快也要花12到18个月 上市跟起码再过一年以后 但川普爆料 美国多家公司快咬成功 他还点名交生药厂 表示交生已经跟政府公卫部门 联手研制疫苗 希望明年初就获得FDA 食药署批准上市 川普表示他知道各国都在比赛 研发新冠疫苗 但有人问如果中国赢了呢 川普立刻表示不用中国货 美国疫情全球第一严重 川普一直就责北京隐秘疫情 当然也不信任中国研发的疫苗 川普只能寄望美国交生药厂 替他争口气 比中国快一步生产疫苗 否则中国一旦领先 川普就必须在政治正确 跟救命第一做抉择 伤透脑筋 杨正平编译 日本的疫情仍然没有明显的趋坏 东京4号再添87例确诊病例 全国的感染人数已经突破了1.5万大关 医疗体系相当吃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今天加码宣布 全国的紧急状态要延到5月31号 不过日本政府会在5月14号的时候 再做一次评估 如果疫情好转的话 不排除可以提前解封 日本疫情持续照顶 日向安倍晋三4号宣布 全国公卫紧急状态 延到5月31号为止 要求民众不外出 不返乡 公司行业再加上班 非必要商店娱乐场所不开张 学校也持续停课 不过日本政府会在5月14号 再做一次评估 如果疫情好转 不排除提前解封 相较欧美各国逐渐解封 日本疫情深不见底 也难怪民众心慌慌 因为日本普筛不足 罕见病例频传 神奈川这名女性 上个月身体不适就医确诊 因为是轻症 居家疗养两周后 被告知可以解除隔离 但女子不放心 希望复检却遭到拒绝 后来果真又发烧 再检验又中招 另外东京有名老翁 日前被发现城市浴缸 原来死者生前轻微发烧一个星期 他的妻子曾入住爆发院内感染的医院 也遭感染 老翁死后裁剪果然染疫 甚至也传给同住的女儿 日本居家隔离问题一箩筐 也有不少人死后才知感染 白白送命 日本的抗疫政策是否健全 也令人质疑 综合报道 到底是要防止病死 还是防止饿死 其实是各国在防疫跟经济发展之间 非常两难的状况 那么最近呢 好不容易全球的疫情稍微趋缓了 很多的地方开始解封 希望能够赶快地刺激经济活络 我们首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全球疫情低而严重的西班牙 户外活动开始解禁了 民众可以出门运动一下 舒缓紧张的压力 那么在澳洲多处的海滩 也获得批准重新开放 不过最夸张的就是泰国了 疫情趋缓一解封 大伙儿第一时间是冲哪里呢 是冲超市买啤酒 就怕抢输了美酒喝 看看大家抢成一团啊 把什么社交距离通通抛诸脑后 泰国一家超市三号出现爆满人潮 店员才刚把捕获的啤酒推进来 还没上架 民众就一涌而上 一乡一乡斑就怕抢输 疫情当前 泰国人抢酒喝 把群聚感染摆一边 原来泰国逐步解封 快一个月的禁酒令也从3号解除 才第一天 民众就冲进大卖场抢酒 同样人潮挤爆的 还有澳洲黄金海岸 本来周六开放 民众还能维持社交距离 但周日大家警觉心松懈 到处可见群聚现象 警方赶紧介入 在欧洲 意大利疫情报喜 周日新增确诊人数 创两个月新低 多数商店18号之前 人人禁止营业 只有少数有条件例外 西埋牙疫情全球第二严重 周日各地也出现 踏青跟运动人潮 原来疫情也有好消息 西班牙逐步解封 当局仍然提出警告 国内已经24万人确诊 超过两万五千人死亡 一旦疫情再度恶化 解封还是有可能撤销 呼吁民众还是要把防疫摆第一 杨振平编译 北海领导人金正恩 审影20天之后 5月2号透过官媒影片 终于现身了 因为知道全世界都在紧盯 他的最新发展 北韩中央电视台还特别找来 在两年前就已经退休的 国保级主播李春基重出江湖 可见北韩有多么的重视 金正恩回归 而至于金正恩本人的健康状况 到底如何呢 南韩清瓦台官员透露 情姿显示 金正恩根本就没有动任何的手术 而日本媒体则分析 金正恩很可能是因为痛风 或者是腿部的救急复发 才会消失了好一阵子 金正恩重磅回归 吸引全球聚焦 北韩中央电视台还请出退休的 国保级主播李春基重出江湖 76岁的李春基宝刀未老 隐退两年后穿回招牌粉色韩服 虽然年事已高得戴上老花眼镜播报 但声调台风还是铿枪有力四平八稳 北韩以往的重大事件都由他播报 金氏王朝前两代领导人世事消息 也出自他口中 不过现在外界更想知道的是 金正恩身影20天到底怎么了 传言他动了心脏手术 但南韩高官却透露没这回事 青瓦台情姿显示 金正恩没有动任何手术 日媒分析则认为 金正恩脸眉歪 讲话看似正常 而且抽烟抽不停 可见不是中风或动过心脏手术 但走路时右脚实力较多 可能是痛风或腿部就急复发 韩梅则表示金正恩现在独揽全球目光 下一步可能再射弹 一举将川普逼回谈判桌 金正恩的一举一动让各国不敢松懈 留言好便宜 中文字幕录取